淳王则齿寒 今日王赵 明日就会轮到齐国 你是哪里人 举城人 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我小时候在林兹住过 你是林兹人 来 我帮你 来 齐敏王死后 太子填法璋为了活命 隐藏身份躲在民间 开门 去吧 我是大夫填丹 来接齐国太子 齐国太子 大夫在说笑吧 我家哪有齐国太子 这是小女 家中还有何人 还有一个仆人 请她出来 去吧 去吧 田丹 拜见太子 拜见太子 请 请 太子与这个聪颖的女子 早已暗通款区 这个女子将改变齐国的命运 齐人赶走了阉人 天法章成为第七代齐王 齐湘王 我收过回来接你 在苦难中相遇的女子成为王后 跟官人走吧 王后开始参与齐国政事 太子 大皇 拜见太后 拜见齐王 太后 秦国数十万大军 集结于上党 高地之上黑压压一片 全是秦人 太后 这一次 齐王是要灭赵国呀 赵国是齐国的屏障 就像牙齿支于嘴唇 唇王则齿寒 今日王赵 明日就会轮到齐国 太后 齐国不能见死不救啊 太后 邯郸肃米匮乏 赵军的粮食只能维持半年 赵王向太后借粮 日后 日后一定加倍偿还 赵国上一次借齐国的粮食 至今还没有偿还 齐国今年大旱 粮食也欠收了 太后 太后 齐乡王死后 儿子田建年幼 王后成为齐国的决策者 对外听命于秦国 与五国保持距离 对内不休兵备 几乎放弃了无力 天下浴血烽火 为齐国偏安于东方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太后与世无争 像极了东海的仙人 夫为不哲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作人和治国 都是同样的道理 老子的学问高深莫测 天下有几人能够领悟呢 太后所言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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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下学宫又开门了 这不过 再也没有百家真名的气象 方是和仙人成为学宫的主人 相王 相王 好 秦王很是挂你相邦 秦国和齐国交好 全是相邦的功劳啊 请转告秦王 我后胜永远是秦国的朋友 齐国的相邦后胜及其门下兵客 皆被秦王收买 秦为秦的贱人 在秦国打军压境之前 秦国已丧失了抵抗之力 公元前221年 当秦军统帅王奔兵临城下的时候 秦人自己打开了城门 投降是秦国唯一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前 面对燕军他们不抵抗 现在他们更不会抵抗 起来 还认识我这个老朋友吗 天下都是秦国的 你以为这些黄金会归你吗 后胜贪财 但他不明白 没有保障的财富 只是静中花 水中饮